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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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年因为工作压力大 生活不规律等原因出现了很严重的脱发 这让她感到痛苦不已 也让她在同事和朋友面前很尴尬 头四五年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就是头发掉的很稀疏 就举个例子你洗澡的时候这满身都是 因为偶然的机会从朋友那里听说 直发可以让脱发的部位很快长出头发 所以犹豫再三之后还是选择了直发 根据卫健委发布的脱发人群调查显示 我国脱发的人群已经超过2.5亿 也正因为有着这么庞大的基础 这几年我国的直发行业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 另据某互联网医美平台的数据显示 直发从年龄上看主要有两个峰值 一是23到25岁 这部分主要是大学刚毕业 先天性发量不足的人群 另一个是34到36岁 这部分主要是关注自身形象且收入稳定人群 我们平台上认证的医美机构有4000多家 从订单量上来讲 它占到我们去年全部线上订单量的 接近2%的一个比例 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 就是它增长速度非常快 每年接近40%的一个增长速度 在采访当中记者也了解到 因为过去很多公立医院 只有皮肤科才能够治疗脱发 很多人不认为脱发要去看医生 更不知道该去哪个科室看脱发 但是随着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人们对自身形象也关注的更多 愿意去花钱执发的人陡增 执发技术正在催熟一个庞大的产业 在北京的一家执发连锁机构 记者看到这家门店占地达到了2000平米 而据了解这样的一家店面 一个月的销售额就能达到1400万元 我们一个月大概在5000台 按照我们现在30多个院部 平均一个院部也就是在四五台手术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的执发技术 主要分为两种 而费用都是按照一个毛囊单位来计算 一般一个毛囊单位的价格是10元到20元不等 而一次执发的数量大概在3000毛囊单位左右 那么市面上一次执发的价格 差不多就是3万元左右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执发行业这两年持续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行业的入门门槛低 从这个医生的这个资源 很多机构的情况下 那么肯定是缺医生的 由于执发相对技术含量较低 公立医院开办的毛发科室的数量不够 因此近几年来 非专业人员大量涌进执发行业 很多所谓的医师根本没有行医执照 甚至三天速成就能上岗 有市场就会有供给 面对庞大的消费群体 执发在给托发者带来自信的同时 也出现了野蛮生长 夸大效果的情况 麻药的配比 麻药总量是多少 每次注射量是多少 这些都需要经过 正规的严谨的临床训练 没有经过这些训练的话 做这些操作 它都是非常危险的 毛发移植并不是一个万能的手段 它是一个最后的手段 头部出现飞机场 M型发际线 发际线越来越高 脱发焦虑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但是快速发展的直发行业鱼龙混杂 很多的专业名词让消费者是物理看花 难以选择 而更加危险的 可能还是消费者对于脱发直发的一些误解 这段电视剧情节虽然搞笑 但却是脱发人群的真实写照 为了保住自己的头顶大事 大多数脱发人群会选用护发生发产品 但就常见的雄性激素脱发而言 市面上的生发仪和洗发水 除了可以改善头皮环境 填补发丝中的毛鳞片外 对扭转脱发其实并无根本性的效果 因此物解一就是洗发水和生发仪 可以有效治疗脱发 如果说在脱落的时候 他能够选择好的医生 能够选择去医院去诊断的时候 60%的脱发患者 都是可以得到治愈或者得到控制的 物需二 直发一次就可一劳永逸 其实毛发移植并不能阻止 其原有的头发继续脱落 无法做到从根本上治疗脱发 你后整部的毛囊是有限的 不可能用这个有限的毛囊 去满足你这个没完没了的发际线往后移 比如像斑突 斑突在早期的话 不可能考虑直发 因为如果再次发作就全掉了 因此专家建议 直发只是改变了头发生长的部位 而如果患者仍有继续脱发的情况 就需要进一步到医院诊治 物需三 切勿轻信商家 所谓钻头越小越好 直发越密越好 一些直发机构为了提高客单价 用各种新技术名词 故意提高消费者的理解门槛 从而让消费者付出更多的金钱 专家表示 治疗方法因人而异 直发效果也并非越密越好 这条件好的年轻人 大概每平方厘米 这个三四十的样子 老年人或者皮肤条件不好的 可能二三十 对每一个患者 只有最适合的方法 没有最先进的方法 司机半夜最下迷路 找民警问路自投罗网 货车与客车相撞 冲上绿化带一人轻伤 亚马逊雨林大火持续 巴西六个州向军方发出灭火协助请求 玻利维亚过火面积超80万公顷 如今各类辅导班层出不穷 孩子们躲得了班主任 躲不了辅导班 辅导班究竟有用吗 如何理性报班 敬请关注今天的早先秀 好 我们来关注行车安全 近日一名司机醉酒驾驶电动三轮车 半夜迷路了 迷糊间竟然是找到民警来问路 最近河北衡水的民警就查获了 这样一名自投罗网的最佳司机 当天晚上11点多 在河北衡水市一路口 一男子驾驶着一辆电动三轮车 向正在等信号灯的巡逻警车开了过去 随后民警将驾驶人杜某 带到医院做血液酒精检测 经检测杜某血液中 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 154.5毫克 以构成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杜某说晚上与朋友聚会结束后 便驾驶电动三轮车回家 后来久之上涌 不知怎么的跑到四公里外的南外环 途中还驾车 创上了鹿岩石 脸上胳膊上也因此摔伤 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 驾驶人杜某持C1驾驶证 并没有取得驾驶三轮车资格 属准驾不服 民警依法对驾驶人杜某 醉酒驾车准驾不服的违法行为 做出了处罚 对杜某因醉酒驾驶进行了调小驾驶证 且五年之内不得重新申请的处罚 准驾车行不服 进行了五百元的处罚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 驾驶人杜某也将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 22号上午10点40分左右 在浙江东阳是一个路段发生惊险的一幕 一辆货车突然起火 并且失控向下坡滑行 危机时刻一名附近冲进警车 牢牢顶住起火后溜的货车 确保了后方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民警到达现场时 货车车头已经起火 并冒出大量浓烟 民警立即在起火货车前后做好预警 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过 同时通知消防部门 就在此时货车突然开始向后留车 向后滑行的货车撞上了警车 由于惯性继续往下坡滑行 发现情况不妙 辅警杨霜好 只好冲进警车驾驶室 驾驶警车将起火货车牢牢顶住 在确保货车停稳后 杨霜好将警车后退至安全距离 随后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 据了解该货车上装满了快递 索性只有车头被烧毁 目前事故还在调查中 8月20号上午 在银柏高速公路贵州煤坛县境内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越野车撞到山体后连续翻滚 造成车辆损坏严重 通过事发路段的监控视频 可以看到当天上午8点30分左右 一辆白色越野车直接从快车到 跨越整个车道冲出了路面撞向山体 接到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看到 一辆重庆级越野车横停在行车道上 站去了部分快车道 四个车轮全部爆胎 其中两个前轮激进脱落 后档风玻璃完全破碎 车上四人都已撤离到安全地带 受伤并不严重 据驾驶员唐某称 8月19号晚上 他们开车从广西北海旅游后 沿银柏高速准备返回重庆 由于连续几天旅游比较疲劳 精力不集中才引发了事故 民警认定驾驶员唐某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开车上路一定要观察路况 小心行驶 特别是在经过路口的时候 更应该减速慢行 不能够随意超车 否则极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8月21号傍晚 一名有着25年驾龄的老司机 在江苏启东市境内 因为在路口时贸然超车 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车辆侧翻倒扣在河边 十分的危险 据了解 轿车驾驶员尼某事发当天 他由南往北驾车 在经过一个桥梁路口时 理应减速慢行的他 却盲目自信地超越 前方车速较慢的电动三轮车 但始料未及的是 电动三轮车并未发现后方来车 并在路口左转 情急之中 试图避让的尼某 本能地往左打了一把方向 由于车速较快 轿车直接撞上了河边的护栏 惊险一幕瞬间发生 车辆一下子倒扣在了河边 索性司机在第一时间 从车里逃了出来 身体并未受伤 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处理之中 近日在广西柳州 一辆小客车和一辆货车 相撞之后 两车先后冲上了道路的绿化带 不同程度的受损 绿化带上的树木也被撞倒 由于公路上的画面被树木遮挡 当时两车相撞的细节并没有被记录下来 不过通过监控画面可以看到 相撞后 小客车货车先后撞上了绿化带 货车更是将绿化带上的树木直接撞倒 据了解 事故发生后 两辆车上的驾驶员及乘客 都自行下了车 没有出现人员被困车内的情况 而事故现场 玻璃碎片被撞毁的道路反光镜 树枝等各类物品散落一地 货车冲上了绿化带 小客车逆向停在非机动车道上 车身严重变形 车尾挡风玻璃破碎 这里事故是因为大后车 走到公交车专用道上面 以后小汽车就是右转弯的时候 不注意观察执行的车辆 直接撞上去了 就发生这种事故 这个车损是蛮严重的 只有一个人受停回乡 还有树木分杆都损坏了 经调查民警认定 事故双方都存在过错 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近日在重庆市五龙区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名四岁男童 与另一名同龄孩子 在打闹玩耍时 突然横穿公路 与一辆正常行驶的皮卡车 发生碰撞 送医后被诊断 为颅内出血 脚趾骨折 经救治 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据了解 事发时两名幼童的监护人 不在现场 警方认定 肇事司机负事故主要责任 男童李某某的监护人 因监护不周 负次要责任 我们来看下一条 日前济南铁路警方 成功地摧毁了 一个跨省犯阴的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 解救被拐卖阴幼儿3名 2019年6月 济南铁路警方通过侦查 发现一名涉拐人员 莫某多次乘坐火车 到山东林仪 与林仪地区的 张某联系频繁 张某曾因拐卖儿童罪 分别于2010年10月 2011年4月 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 经进一步调查 民警发现 莫某与张某 有涉嫌贩卖婴儿的 重大嫌疑 根据线索 专案组严密真控发现 2019年7月9号 嫌疑人莫某提供信息 张某伙同陈某 在林仪市内 贩卖一名新生儿 2019年7月30号 张某再次伙同陈某 将另一名新生儿 在林仪市人民医院内贩卖 掌握确凿证据之后 专案组决定集中收网 于近日 侦察员相继先后 在林仪阑山 举南等地 将张某 陈某 孙某等 10名涉案人员抓获 成功解救被拐卖婴幼儿3名 据张某供述 其先后伙同陈某 孙某等人 通过莫某联系代产孕妇 代到孕妇生产后 以3到9万元不等的价格 贩卖新生婴儿 张某每次获得的介绍费 在5000至2万元不等 目前张某 陈某 被依法刑事拘留 孙某等8人被依法取保候审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乘坐高铁时 重要物品一定要随身携带 最近铁路警方 就接到多位乘客报警称 自己的手机被盗了 8月12号 合肥南站派出所 接到乘客报案称 他乘坐由上海开往合肥的高铁 在停靠合肥南站时 手机被盗 接警后 民警立即调取了 该趟高铁的监控视频 准备下车去抽烟 然后他当时是把自己的手机 放在了自己三排座 隔壁座位的一个座椅上面 然后他就走到这个车厢连接处 监控画面显示 一名白衣男子在即将下车时 走到了受害人放手机的座位旁 通过多角度的视频对比 最终民警确认该男子 就是偷走手机的嫌疑人 随后通过座位号等乘车信息 办案民警联系上了这名男子赵某 案发后的第二天 嫌疑人赵某到合肥南站派出所 投案自首 目前赵某已经被铁路警方刑事拘留 而在8月17号 屠门开往青岛北站的快1053次列车上 民警接旅客孙某报警称 上车后 其一直在巴车3号上铺睡觉 一觉醒来 发现放在枕头下的手机不见了 而自己一直没有离开过床位 接警后 民警立即开展工作 通过调举监控视频 民警发现巴车3号下铺的出谋 有重大作案嫌疑 随即民警找到出谋 对其携带的粉色皮箱进行检查 并当场发现被盗的苹果手机 最终在证据面前 初某承认了其盗窃手机的违法事实 目前 初某因涉嫌盗窃 已被铁路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日前 在广东东莞火车站 一名女子因为买短成长 还拒步补票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踢打车站检票员 被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15日 近日 一女子曾某持绍阳至衡阳的 快9083次列车车票 遇在东莞火车站出站 由于初站信息不符 车站检票员将曾某拦下 要求其补票 曾某不仅拒步补票 还动手踢打车站检票员 接到报警后 民警赶到现场处置 面对民警的询问 曾某耍起了无赖 随后 曾某被民警 口头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目前曾某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并追缴其逃票票款 近日 在合肥南站 一男子携带瓶装水进站安检时 安检员按照相关规定 要求其试喝一口 可是该男子却试图蒙混过关 安检员再次要求这名男子 按照规定试喝一口 不料该男子将瓶装水打开后 直接把水倒在安检员的手上 并不断大声辱骂 随后 执行民警要求该男子 到派出所配合调查 该男子姓陈 当天因为心情不好 在近战安检时 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目前 该男子被处以 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 今年第11号台风白露 昨天下午13点左右 登陆台湾省屏东县沿海 登陆时的中心最大风力达11级 中央气象台昨天上午同时 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受其影响 今天浙江 福建 广东 江西 以及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暴雨或大暴雨 气象部门提醒 上述地区发生山洪 泥石流 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的风险高 需加强灾害影换点的监测排查 及时转移避险 昨天下午台风白露 在台湾屏东满洲乡沿海登陆 受到台风的影响 全台各地风雨持续 台风白露中心登陆后 继续以较快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24号 全台各地风雨持续 到了下午之后的话 基本上高雄 屏东地区 还有澎湖地区的风浪 也会开始明显增强 另外在台南沿海地区 可能也会有一些较强的阵风发生 累积最大的雨量应该是落在 花莲县的六十淡山 目前已经来到375毫米 其他像宜兰跟南投 还有台东和屏东 目前累积的雨量也都已经 超过200毫米 因大雨不断 中恒公路于24号中午后全线封闭 降雨集中的花莲 屏东等地 也对部分居民进行了预防性撤离 今天下午这段期间 还是东部的雨势还是会持续 等到台风出去之后会进行重整 过了半夜到明天之后 整体台湾附近的雨势 才会比较明显的减弱 这两天随着白鹿临近 广东汕头市各大渔港渔区 积极督促渔船 按时回港避风 沿海重点村庄提前设立了应急庇护点 昨天上午 记者在广东汕头海门渔港和达豪渔港看到 回港避风的渔船排列在港内 随着台风白鹿不断临近 很多渔民为了防止渔船 因互相碰撞造成损伤 在渔船上加了铁毛 在另一端系上缆绳 并在船沿加挂橡胶轮胎 与此同时 汕头沿海各渔业村 半渔业村或涉渔社区 根据应急庇护预案的要求 组织专门人员加紧整理社区庇护所 增补生活物品 昨天上午8点半 厦门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 厦门鼓浪与景区全部关闭 昨天中午12点开始 武通客运码头下金航线全线停航 昨天上午9点 记者在厦门闽台中心渔港看到 执法人员正在港内巡航 据介绍 截至昨天上午8点47分 已有151艘次的社会船舶 进入闽台中心渔港避风 今年第11号台风白露 已于京城7点25分 在福建东山线沿海再次登陆 目前中心风力十几 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别 现在闽南受影响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再次连线正在福建 云霄县的记者赵燕斌 燕斌早上好 再次跟我们介绍一下 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吧 好的主持人 现在是上午的8点多钟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依然是福建漳州云霄的山前第一渔港 那么我们刚才得到最新的消息 台风二次登陆的地点 就在我们前方1000米之外的东山岛 大家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此刻看起来 好像风浪没有第一次连线那么大 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就是台风眼的附近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远处那片白茫茫的一片 就是目前的台风眼 那此刻台风正在那里肆虐着 也就意味着过半个小时后 可能台风就会过境到我们这里 那么在台风过境前 我们这边的村民渔民的安置情况怎么样呢 低洼地带的农民是否得到了 有效的安全地带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 通过我们前天后的职守 所有归港遗传 全部都未发现三日离港 所有的遗云全部都上岸 村里所有村里的低洼地带的群众 都妥善安置 大家都很平平安安 好的就是说 现在村民都已经安全地进行安置了 那同时我们在昨天的直播连线中 了解到观察到 有很多外地的游客 因为好奇台风 他会来这个地方进行观赏 但是他们不知道台风的危险性 所以我们再次要提醒一下 外地的游客 在台风来临之前 千万不要来到这个位置 因为是非常的危险的 好的 主持人 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就是这样子的 好的 谢谢宴编 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美国总统特朗普 自上任以来多次指责美联储 对美联储采取的货币政策 表达不满 据路透社报道 23号特朗普在出发前往法国 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前 再次表示 自己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并不满意 觉得他没有完成好自己的工作 特朗普甚至坦言 如果鲍威尔辞职 我不会阻拦 此前曾有美国媒体表示 特朗普多次公开评论 美联储政策 让人对美联储独立性感到担忧 24号G7峰会 也就是七国集团峰会 在法国南部滨海小城 比亚里茨开幕 欧洲理事会主席 图斯克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当天分别在峰会开幕前 发表讲话 呼吁停止贸易摩擦 欧洲理事会主席 图斯克24号表示 如果美国使用关税 是出于政治原因 那么这一做法将危害全世界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全球经济和贸易 是峰会主要议题之一 贸易紧张局势对全世界有害 呼吁避免贸易摩擦 第一,我们要提醒全我的相伴 特别的转型通缎 是不错的 我们应该有一个选择 即是很坏的 以说这些东西 禁止一切有无意义 因此外,24号 马克龙邀请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共进午餐 席间特朗普品尝了法国葡萄酒 当被记者问及是否真的会对法国葡萄酒征税时 特朗普并没有明确表态 然而在离开机场前往法国之前 特朗普还再次强调将对法国葡萄酒征税 目前在巴西境内的雨林大火火情十分的严峻 23号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电视讲话当中表示 巴西将从24号开始向多个州派遣联邦军队和军事装备 以协助灭火 目前已经有6个州向军方发出了请求 希望联邦军队协助当地灭火人员开展灭火工作 当地时间24号 据法新社援引巴西政府官方数据 在巴西亚马逊雨林内又新增了数百个起火点 同一天巴西军方表示 目前已经在北部亚马逊地区部署了约4.4万名士兵 协助灭火工作 与此同时巴西军方还准备从其他地区抽调士兵来参与灭火 在巴西邻国玻利维亚境内 东部地区的雨林大火仍在持续蔓延并没有减弱的迹象 而近来的强风及高温天气加剧了本已严峻的形势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80万公顷 当地时间23号 当地媒体公布了一段火场的航拍画面 画面显示大火在亚马逊雨林内多处肆虐 大量浓烟在空中聚集 已经达到超百米的高度 目前当地消防员 志愿者和军队人员 共同在温度超过50摄氏度的火场内进行灭火工作 此外 此前抵达玻利维亚重灾区的一架波音747灭火飞机 也已携带大量水和阻燃剂飞抵火场上空 支援当地灭火工作 据了解 旧轮火灾中圣克鲁斯省受灾最为严重 当地很多居民从事农牧业活动 持续蔓延的火势给当地居民带来严重影响 玻利维亚方面已敦促巴西和巴拉圭 共同采取措施 防止火势在三国边境地带进一步蔓延 俄罗斯联盟MS-14飞船 24号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失败 搭乘飞船的太空机器人未能如期登上空间站 飞船将于26号尝试第二次对接 据介绍 对接失败的原因 是空间站上的辅助对接设备发生故障 对接时刻临近时 飞船一度飞底距空间站约90米的位置 但飞船在悬停片刻后逐渐远离空间站 俄罗斯塔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飞船本身没出问题 是空间站内辅助对接的视频信息系统某设备 在转入飞船停靠模式时发生故障 飞控中心主任索洛伟约夫表示 空间站宇航员将检查故障设备 并在必要时换上新设备 据了解 飞船内的唯一乘客是一个人型智能机器人 代号为太空机器人F850 按原计划 这个机器人的国际空间站之旅为期17天 任务包括传递摇杆信息 检测与航天安全相关的多项参数 模仿宇航员舱外作业等 这种机器人的未来用途是在航天器内外 执行对宇航员来说非常危险的任务 模仿宇航员小听说看不够 各位早安 欢迎收看今早的脱口秀 我是楊梁 最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追一部剧叫做小欢喜 不如说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吧 不一样的人生 但是是一样的高三 躲得了班主任 但你躲不了辅导班 李老师啊 全区排名啊 我给你把六科都报上 每天放学以后 直接上这儿来 写作业 写卷子 上补习班 什么时候把作业做完了 什么时候回家 做过完就不用回家 你一个高中生 不好好学习 开什么车啊 逃不上大学 你人生还有什么希望 而且就算我说了你能答应吗 我当然不能答应 那还不说得了 从今天开始我不学了 我大学不考了 你老妈 你多抱一点 你自己去上那个班 我助你考了好大学 妈 你 妈 以后别对我们的希望 我不是个坏孩子 我只是个学习不好 好 瞧把孩子给逼了 这家长和孩子的斗争史上 各种课内课外的辅导班 那绝对拥有姓名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一说辅导班 先说我自己 我小时候就被我妈抱了很多的兴趣班辅导班了 不想去我妈就哄我呀 宝宝乖 妈妈给你抱了一个兴趣班 很有意思的 你学会了之后呢 回来就可以教妈妈 好不好 我当时幼小的心灵充满了疑惑 小学 你干嘛不自己去呢 妈 很多人都接触过辅导班 我们知道出现最高频的应该就是奥数了 那会儿呢 老想不明白一个问题 为什么非要把鸡跟兔关在同一个笼子里 为什么小明跟小方非要在上学的路上相遇 为什么蜗牛总是爬一节掉一节 这些都不算什么 因为如今的奥数题 你可能连题目你都读不懂了 不信 试试看 二年级的奥数题 小明呢 从家到学校 跑步来回要十分钟 如果去时步行回来时 跑步一共许了十二分钟 那么小明来回都是步行需要几分钟呢 别人只关心小明跑了多少分钟 而我关心的是 他跑得累不累 还有一道 曾难倒了全球网友的题目 A和B认识了姑娘C AB想知道C的生日 C给了她们十个可能的日期 C把月份告诉了A 把日期告诉了B A说 我不知道C的生日 但我肯定B也不知道 B说 我原本不知道 但现在知道了 请问 C是哪天生日啊 Oh my god 这个题目告诉了我们 女人心思海底珍呢 问个生日怎么就那么难呢 通过奥数洗礼的中国孩子 数学能力确实令人钦佩 要换成外国友人 可能连手指都不够用了 Oh my god No It's very easy I'm not feeling good about this 7 times 5 35 56 50c's right You got it $24 Oh wait No Oh my god No I can't do It's embarrassing I've never learned my multiplication table $54 $40 I don't know I'm thinking in my head Slowly Some help here With my hands So 1,2,3,4,5 And then 3 times 2 6 56 I don't know Your turn And a 5 And a $1 bill 91 Wait She's a bad person No help me 61 Oh 61 Dollar 除了奥数 市面上花样辅导班 那真的是多如牛毛 从武术钢琴 到画画舞蹈 明明曾经自己学得很痛苦 那为什么在当了爸妈之后 人们却要给自己的孩子去抱呢 你看现在 辅导班里面 这个学占心 学电竞的 学编程的 哎呀 真的是心疼这些孩子 头发还没有长全 就开始掉了 去年在乌镇的互联网大会上 有几张照片 被网友给刷屏了 这张照片堪称是 最强教育培训界 乌镇饭局 21位在线教育的企业大佬 旗聚一堂 我们来看看 你都在谁那儿花了钱呢 上课 上课呗 周日上午下午 还有中午都有课 钢琴 芭蕾 英语 这日是 周六一天呢 不习吧 上上课外班 上上课外班 写着课外班的作业 差不多一个六日就过去了 课外班没报过 不习班我们也没怎么报 足球 围棋 街舞 钢琴 文化课就是英语 西班牙语 妈妈让我学的 我自己愿意学的 家长也有一部分 不过我觉得我爱吃的也挺开心的 父母并不是直言告诉我 就必须要牺牲这个课外班 她就是让我炫进她的那个圈套 然后就让我说 必须牺牲那个课外班 也不是该报 多休息一下 该玩的时候 这年两块玩 她喜欢哪样 只有超高小姐给的哪样 这个升学压力大的 其实其实是中国 去年的一部爆火的韩剧 天空之城 就讲述了韩国一个高档社区当中 学生和家长 对于学习投入的经历跟资源 故事真的是源于生活 故事发生在一个叫 天空之城的高档小区里 同时天空之城还有另一层日 SKY代表着韩国最顶尖的三所大学 首尔大学 高丽大学 严氏大学 天空之城的妈妈们 需要从小让孩子接受严苛的教育 目的是将来考上最好的大学 故事一开始就是一场华丽的派对 人家派对的主角是现在的C位 英才妈妈 英才妈妈含辛茹苦 把自己的英才真的培养成了英才 考上了十二一家 英才妈妈也圆满完成任务 英才一家并不是看起来的那么光鲜 我也让儿子好好学习 英才妈妈采用的方法很简单 什么 都没考第一名 你咋还有脸吃饭 什么 竟然只考了全班 你咋还有脸睡觉 学习那么糟 我要死你 还不如死了算了 于是英才妈妈又找来了传说中的 高考人肉通行证 长得像天海幼稀的高考协调专员 梅斯金 表示只要儿子考上大学 一切手段无所谓 天宫之神表明是发生在韩国 0.1%上流家庭的故事 但背后所存在的教育焦虑 是整个韩国乃至亚洲都存在的现象 在韩国 SKY大学的文凭仍然代表着 最好的工作 最好的人脉 最好的婚姻 河头往上流社会的敲门砖 每天高强度的学习和考试 还只是一个开始 面试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繁忙的课业后 还要抽出时间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所获奖项 社会经历 课外阅读 自己的特长 都要记录在韩 这是一场清全家教育资源的漫长马拉松 一步落后 就可能再也追不上 除了学习的压力 孩子还要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 父母之间的相互攀比和阶级焦虑 也变成了对孩子成绩的狂热追求和严格管理 并每期明月 本意是快乐的学习和教育 却让家长和孩子迷失 甚至是痛苦 太可怕了 还好我在中国 这个上辅导班 不仅孩子有压力 你以为家长们不崩溃吗 以前只是拼客业 现在还得拼严介 半年攒的钱 一个月全花光 不仅上辅导班 现在还流行游学 这个国内的游学 一般是三四千块钱起步 这海外游学 就是从几千到五六万不等了 有数据就统计了 说2018年 中国泛游学 与营地教育的市场规模 大约是达到了946亿元 正在以20%以上的增长率 逐年递增 那花钱的主力人群 到底是什么人呢 真的是那些 年入百万的高收入家庭吗 其实不是的 大多数人的月收入 都是在一到两万之间 那即便是这样 他们也乐意花 两三个月的工资 去让孩子开开眼界 提升级能 今天我想对爸爸妈妈说 你们不要再让我上去补课班了 你们那么的辛苦赚钱 全都给我打补课班了 多可惜呀 你们不心疼 我都心疼 你们为了给我赚点点钱 天天熬夜熬到那么晚 你们问过我 上补课班有用吗 你们问问我呀 现在我告诉你们 其实是没有什么用 上学期我优语进步了 那全靠我自己的努力进步的 和补课班一点关系也没有 辅导班到底有没有用呢 之前杭州 庆明初中生做了一个调查 上辅导班 对于成绩提升最有效的学科 其实是数学 而语文更重在平时的积累 大部分同学成绩的提升 主要来自于自我反思和总结 询问了老师跟同学之后 辅导班的作用其实不大 对培养兴趣和爱好的辅导班 更是自愿或者是感兴趣 才会真的有收获 否则呢 就只会适得其反 Edwin use your knees 各位棒אט hacemos棒row 走 我必须 我必须 因此 啦 哎呀 真的 我怎么看都看到了 在健身房健身的我自己 教练就说了 每次一下课你就升龙火虎 一上课你就要死我的样子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家长报辅导班 是想做一项长期的投资 也许不会立即有回报 但是没准就会在未来 给孩子更多的可能性 但是在投入的过程当中 这个成本还是要算一算的 比如说沉默成本 孩子报了班 发现并不喜欢或者是没有效果 那么已经投入的时间跟金钱 就成了沉默成本 是追不回来的 那这个时候就要想办法及时的止损 否则就会增加你的机会成本 因为它不仅没有用 还会耽误你做其他事情 创造的价值 之前北京有一位家长 跟风把孩子送到美国去游学 11天花了3万块钱 孩子回来之后就问他 哎呀怎么样啊 学得怎么样啊 英语会说了吗 孩子就说挺好玩的 学到什么了吗 啥也没学到啊 说及英语啊 Thank you OK 拜拜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次选择的原则 不是跟风或炫耀 而是实实在在的收获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洋洋大观 接下来进入画龙点睛 一句话快评新闻 8月11号 湖北天门 男子李某喝酒之后来到加油站 给三轮车加油 因为无法提供身份证 被工作人员拒绝 他心生不满 点燃香烟 工作人员劝阻无效之后 立即用灭火器朝他喷射 目前李某已被行政拘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劳动人民在给果树喷农药一样 收腹是勒紧小肚 提臀是要把灭火器卡住 这边加压 那边就喷 他的节奏应该是这样的 一尺尺 二尺尺 三尺尺 对 这种人就得给他自省了 下一条 8月20号 湖南郑州市动物园一只卷尾猴 突然用石头把场管的玻璃给砸裂了 游客一阵惊叫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说 这只猴向来比别的同类要聪明很多 擅长使用工具 同样是喂核桃 其他的核子会直接咬 而它会用工具砸开 哈哈 当时那个猴子是在磨石头 过了一会儿 觉得那个石头往那个玻璃上砸 他这个棚子里 它跟其他棚子不一样 好像是核桃 是吧 你喂其他棚子的话 其他棚子就闪得很直接咬 这个棚子呢 会用使用工具 它会闪这个核桃 玻璃呢 以前它从来没打过 这是第一回 玻璃是钢化玻璃嘛 强度非常非常硬 看着是那个啥 其实它出不来 放下了之后呢 我们就是把鲤鱼 那个所有的石头 都给剪了剪 就是不让它再有作案工具了 就是在这时间 定做那个玻璃 给它更换 那我们就加强学识吧 看到没 实气实带要进化了 欢迎你新同胞 就日子制 建议直接录取为人类 广大的同学说了 你扔一本数学题给它看看 挫败它的锐气 挫败它的锐气 最近在山东济南 王某某潜入地下室 盗走了21瓶茅台被抓 王某某每次盗窃 都会带上一本30页的秘籍 记录着他对各种 烟酒的鉴别方法 都是他通过自学 以及之前盗窃经验的总结 而且他只偷针酒 赃款全部用来买彩票 小区地下室被盗了21瓶茅台 和两个海参 价值大概4万亿元 用受害人自己的拉尔卡香 带出逃离了现场 在一个烟酒超市进行销赏 先人对了酒 有很深的研究 真假的鉴定 日常在网上进行学习 自己在盗窃的过程当中 也偷到过加酒 总结的一些东西 也会记录在这个本身 大概记录了30多页 随身携带 作案的时候 还会随身携带一个放大镜 然后用放大镜 对酒在现场进行鉴定 若是加酒 嫌人就不会用带走 这真的让很多孩子汗颜 这比咱们上学那回的笔记 记得都要例证 对不对 字写得多规整 还连图带画的 所以你看做什么 都要钻研业务 惭愧 但是很可惜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一个被盗窃事业 耽误的打假王 你说你有这么点心思 你干啥不成呢 出来就认真去做个好人 好好学习 说不定还能有一番心造化 其实还有很多人 在网上提出了要求 希望小偷可以公开 他的这个建酒的秘籍 让大家以后都能买到真酒 学会辨别真假酒 对于这样的要求 我觉得是个好主意 就当做公益 下一条 8月15号河北邯郸 一辆巡警车 等红灯的时候 一男子骑着电动车 撞上警车侧门 随后往警车前 一拐就躺下 当男子听到民警说 路上都有天网监控之后 才缓缓地从地上坐起 不走啦 就在那儿跑 啊 不看这啥车 往这批车上撞 准备搁警车嘞 咱这儿现在都是天网 你家是控警车控车嘞 没事啊 车多来咋的事 没有 这两个往警车上撞 还挺想吃 往警车一撞 往地上一躺 再看情况 没有火 没有火碰碰警车 我上班 这几多年了 头一回见 往警车上碰了 你也是第一个 第一次干这个事了 第一次 你咋想呢 新手上的请多关照 这不是第一次碰瓷 也没太多经验 什么 你还想有第二次吗 不敢了 不敢了 其实也是感受到了 这个兄弟有多着急 搞到钱 急瞎了 在他的帮助之下 民警也是创下了 最快出警记录 请开始你的表演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我有杨顶峰 只不过我还没有去看 这不叫碰瓷 这叫自首 下一条 南非一名男子 买彩票中了 7.5万南非兰特 这个之后呢 他五年没有上班 今年的七月份 刚开始工作没多久 又中了6100万的 南非兰特 约合人民币 是2800万 他表示 虽然中了巨奖 但是自己依旧会 继续工作 这个男人真的很惨 老天爷都不准 他去上班 被彩票耽误了 事业的男人 不过他之前 三万五 就能够五年不上班 这事说出来 个谁都不行 要不过你让我 先中一个看看 好了 新闻先说这么多 接下来进入龙阳 请回答来看看 本周网友都问了啥 网友方方要加油提问说 动画片当中有哪些 违背常理的地方 请说一说 动画片当中的物理定律 总是在受到挑战 直到你向下看的时候 重力才会出现 而且还要回头愣上一秒 不信你看 对吧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 不要低头 自己会掉 网友晴天下雨提问说 龙阳龙阳 我的视力不是太好 请问测视力的时候 背一背视力表 有没有用呢 这一看就是为了应付 这个用人体检 对吧 要我说真的没有用 为什么呢 前几天我去体检了 我前面有一个同事 一看就是把这个视力表 背得滚光烂熟的 出来我就问他了 有用没用啊 到底行不行啊 他说行啥呀 行啥呀 我都看不清那根棍 它指在哪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爱护眼睛 下一条 网友玻璃水晶提问了说 如果让你改编一个 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童话故事 你会怎么改 哎呀 我最喜欢的是 小马过河的故事 有批小马要过河 老水牛看到了 对他说 别怕 水很浅 直到我的膝盖 摸着石头就可以过河了 小松鼠立刻跑来了说 哎呀 不要相信他 水特别的深 我的朋友是在这淹死的 小马不知道该听谁的 身旁的马妈妈告诉他 孩子 别理他俩 咱们走桥 好了 以上呢 就是人机早年秀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收看 让我们相约 下周六日早上八点半 东亚早年秀 不见不散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组新闻现场 为吸引游客 日本动物园纷纷抢占社交平台 发布诸多有趣视频 这段画面显示的是 在日本伊水族馆 600多公斤的海象 用旗拍游客后背 为他驱喜 而这只东京的小胡蒙 他害羞地站在墙后 偷偷望向镜头 无辜的眼神蒙翻众人 此外 长骑河马 大口吃西瓜的视频 也受到追捧 点击浪超过八千万 牛蛙 蛇 狮子 英国伦敦动物园 一年一度的体重身高测量 又开始了 饲养员也使出浑身解数 在鲜鱼的诱惑下 企鹅乖巧上秤 饲养员迅速记录 凶猛的狮子 也被美味吸引 直立身体去抓 挂在树上的布袋 体长一目了然 伦敦动物园称 数据更新后 将与其他动物园共享 用于观测动物的健康状况 并提供研究数据 当地时间22号 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栋大厦 发生电梯坠落事故 导致30岁男子维斯伯当场死亡 监控拍下恐怖瞬间 只见维斯伯刚准备走出电梯 电梯叫香突然向地下室急速下坠 维斯伯试图逃离 却为时已晚 被夹在了叫香和树井墙之间 电梯里其他被困5人随后获救 但精神受到重创 当地时间23号 2019世界先生大赛 在菲律宾阿拉内塔体育馆落下帷幕 27岁英国男子杰克·赫斯勒乌德 经过力量 技能 时尚等 五项赛事的激烈角逐 从72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获得冠军 据《每日游报》报道 杰克天资聪颖 智商达到惊人的181 不仅外表帅气 还拥有高学历 是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 近日 美国摩托车手布拉德·奥尼尔 向观众展示自己的拿手绝活 摩托车跳伞 只见他骑着摩托快速飞越沙坡 当达到最高点时 迅速离开座位 打开降落伞 随后慢慢降落到地面 奥尼尔称 为了更好地展示这项创意跳伞 他进行了不断的研究和练习 最终成功完成 作为印度国民餐桌必备品 洋葱价格的飙升 给当地居民带来诸多困扰 据报道 因今年雨水过大 印度洋葱收成严重受损 仅8月 德里桌边地区的洋葱价格 上涨幅度超过75% 有的甚至超过100% 达到每公斤40卢比 约合人民币4元 印度消费者已经表示强烈不满 呼吁政府出手管控 今天的读书时间要为大家推荐的书是 疯狂 机器城 这是一套全彩的儿童漫画书 故事的主角们以回家为目标 踏上了一星流浪 求生和冒险的旅途 无论是人类 动物还是人工智能 家是所有个体的归宿 而对于地球的智慧生命来说 地球是永远的家乡 好了 如果各位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 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摇一摇 摇动手机进入到抽奖页面 我们将会免费送出50本书 需要提醒各位一定要留下自己的地址 还有联系电话 我们才能把书送给你 那么今天又到了第一聆听的时间了 这次又站东来跟我们聊一聊 有关于口红的故事 小巧美丽的口红 可能是最受女性欢迎的礼物之一 送女友 送闺蜜 送自己 怎么都不嫌多 可是你真的了解口红吗 世界上最早的口红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第一支商业口红聚今 又有多少年的历史呢 除了历史与口红相关的 还有一个著名的经济现象 叫做口红效应 说的又是什么呢 想知道答案的你 可千万不要错过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 一个大人只能带一个儿童免票乘坐地铁 各位您是怎么看的 在我们的互动投票当中 35%的网友表示赞成 65%的网友表示不赞成 网友中山淫者说了 现在不少二孩家庭 还有家里是双胞胎的 都有可能出现一名大人 带两个孩子的情况 应该综合考虑相对的放宽政策 网友傅燕龙说 一名成年人携带多名儿童乘车 既不方便也存在安全隐患 而对于超出免票范围的儿童 可以考虑出售半价车票 网友娟子说了 昨天乘坐地铁 刚刚遇到一个年轻的母亲 带着两个一米三以下的小孩 根本照顾不了 所以限制一个大人 免费带一个儿童 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安全的问题 网友老邓说 既然是对儿童免票 就不该加以限制 只要符合对孩子身高的要求 就要对孩子一视同仁 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观看直播参与我们的互动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样 我们明天见 再见 继续来说天气 这当最天气呢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 最迅猛的台风雨 台风白露 昨天下午1点钟 在我国台湾省屏东县 满洲乡沿海登陆 今天凌晨5点 它是位于福建省张州市 东山县南偏东方向 大约55公里的海面上 目前正在影响华南多地 降雨方面 今天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 广东大部 广西东部 湖南南部 江西南部 都会有大道暴雨 居地还会有大暴雨 甚至特大暴雨 而明天的大道暴雨的区域 会向北向西分散一些 广西 广东 贵州 湖南 湖北 安徽 江苏 这些地方的雨会比较大 后天受到白露残余环流的影响 在江苏 安徽 湖北局地的雨 依然是比较大 其他区域的强降雨 基本上减弱结束 第二次天气来说 说气温 最温讯的气温降 在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之下 南方的高温 也会出现一些退减 比如说今天南方 这些区域会有高温 比昨天减少一些 而到了明天 南方的高温还会继续减少 预计南方高温减退的趋势 起码会持续到月底 而北方在冷空气 和降雨的影响之下 气温整体也不高 比如说今天北方大部 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 最低是在15到20度 白天不热 晚上清凉 降雨方面 今明两天北方也会增多 尤其在明天的时候 东北边的降雨 会略微增强一些 城市当中 比如说长春 今后三天几乎天天有雨 而且气温最高 20多度 低于当地常年同期 不仅要防雨 还得天衣保暖 好了 来看具体城市语报 再会 北京晴转多云 20到30摄氏度 哈尔滨多云转小雨 16到25度 长春多云转雷震雨 17到25度 沈阳晴20到29度 天津多云 23到31度 沐浩特多云转小雨 16到26度 乌鲁木齐多云 16到25度 银川多云 19到29度 西宁阴转中雨 12到23度 兰州多云转中雨 16到27度 西安小雨转多云 23到33度 拉萨小雨 11到23度 成都多云转阴 25到34度 重庆晴转多云 30到38度 桂阳多云20到31度 昆明多云18到27度 太原小雨转烟 17到26度 石家庄烟 20到27度 济南震雨转多云 21到27度 郑州多云22到31度 河北多云转雷震雨 26到35度 南京中雨转多云 26到31度 上海小雨 27到32度 武汉晴转震雨 27到36度 长沙多云转震雨 26到35度 南昌雷震转多云 28到36度 杭州小雨转晴 27到33度 福州大雨转小雨 27到31度 台北小雨转烟 26到31度 南宁多云 26到36度 海口烟 25到33度 广州中雨 26到33度 香港雷震雨 26到32度 澳门雷震雨 27到32度 北京转转多云 20到30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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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